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结合感军的特点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它的整个的病程是比较长的 所以在抗结合药的使用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几个原则要遵循的 就是为了尽量的提高它的药效 防止内药性的发生 防止它的复发 结合一旦复发的话 你二次治疗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为了防止它的复发 那么一定要按照这样的几个原则来进行临床的用药 我们把它叫做五项原则 第一 要早期用药 一定要早期用药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你的病灶还没有固化 那么使得这个血液循环完全还是正常的 那你的药物才能随着血液到达你的病灶局部 那么发挥它的抗菌或者是抗菌的活性 抗菌的活性 所以有利于药物的一个及早的一个渗入 而且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说抗菌药物在初次接触的时候 它的抗菌活性都是很强的 所以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的一个用药 早期用药 到了后期的时候 大家知道它有一个出现 这个病灶部位会出现钙化 那么相当于你这个血液循环就没有了 你的药根本进不去 包括我们大家知道你的抗血栓的治疗 抗血栓是绒栓药 像链维素这种绒栓药的话 我们也要求是怎么样 要早期治疗 一般是在血栓形成的六个小时之内用药 如果超过六个小时 它表面会激化 你这个栓根本就融不掉了 所以一定要早期的一个治疗 那么这个结合我们也是提倡的是早期用药 早期用药 第二就是要联合用药 联合用药 因为你我们说像一烟颈 利副品 我们都提到了它的肝脏的毒性 而且它会跟 一个是作为肝药媒的诱导剂 一个作为肝药媒的抑制剂 你在这种长期的一到两年的 长程的治疗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会跟其他的药物合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了提高这种治疗率 防止它的复发率 并且降低它的毒性 降低它的毒性 防止内药性的发生 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会联合用药 一线药和一线药合用 或者是一线药和二线药合用 这是这个联合用药 第三个原则 要足量 要足量 抗菌药物的实行过程中 其实这个是很关键的 一定要足量 要足量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很多的抗菌活性 是尽量依赖性的 对不对 是尽量依赖性的 我们叫浓度依赖性的 这一类药物 你一旦达不到那个浓度 你用药都是白用 用药都白用 那根本达不到你的有效血液浓度 你起不到杀卷的活性 反而增加了内药性发生的可能 所以一定要足量用药 第四 要规律用药 一定要规律的用药 那么这是在慢性病治疗中 要特别强调的 要规律用药 包括我们的抗高血压 抗糖尿病 包括你这个动脉症状硬化 像这种慢性疾病中 我们都要强调规律用药 尤其是抗高血压药 也不是我这血压好了 我就不用药了 我们知道 现在临床上用的降压药 都不能够让血 都不是根治的 对不对 目的都是让血压 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血压的这种波动 其实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 要远远大于什么呢 大于你这个 就是平均 如果平均血压比较高 这种损伤 就这种波动的损伤 实际上是更大的 就像我们说的 这种糖尿病治疗中 也是这样的 我们你用药不规律 不规律造成 我们说这种 包括药物引起 这种低血糖 一次低血糖的发生 所造成的损害 相当于 你这个 就是高血糖 持续一到两年的 这种损害 所以一定要 要保持它 一个规律的用药 第五就是要 全程用药 全程用药 你不能够 就是间断的服用 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 需要长期的治疗 长期的治疗 所以这几项原则 大家要能够掌握 能够掌握 早期联合足量 规律和全程用药 这是在它的 基本的使用观则 那么在临床上 我们有一个标准 就是有国际防 烙和肺病 联合会推荐的 一个治疗的 一个我们叫 金标准 就是它有标准 六个月的方案 六个月方案 就是对一些 单存性的肺结核的 初期的治疗 如果你能按照 这样一个方案 执行的话 它治愈率 基本上都能够治愈 这几项率还是很高的 一般 这种复发的 这个几项率是很小的 复发几项率很小 那么什么 这个什么叫 六个月方案呢 就强化期 两个月 强化期两个月 我采用一些 一线的药物 进行强化期 治疗两个月 持续期 我们叫继续期 是四个月 四个月 那么也 在用烟颈 或利副瓶 一定是这样一个方案 千万不能急 就像我们这一种 大家知道化疗的 抗凿瘤药物治疗 也是正规需要进行六次 对吧 六次化疗 你一定要把这个完整的 这个做完 那么才能够大大的降低你的复发率 复发率 不要感觉我已经就是 没有什么症状了 我就不用药了 不是的 像这种像结合这种疾病的治疗 你一定要是用足六个月 这是一个经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来 那么说一旦复发怎么办呢 那我们推荐的 这个规范化的治疗方案是这样的 就一旦复发之后 我再治疗 那我在这个治疗方案中 就至少要包含三种敏感的药物 这时候的强化治疗 不再是两个月了 要几个月 三个月 强化治疗三个月 而且全程也延长了 不再是六个月了 八到九个月 所以大家看到 一旦复发的话 你这个在二次治疗 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 付出代价更大 不仅是你说药物经济上的损伤 你对个人生活质量的降低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的 所以你在第一次初次治疗的时候 就一定要遵从医嘱 按照医生的这种方案 进行正规的一个全程的一个治疗 那么说在结合病的治疗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耐药性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因为它长成了一个治疗 一到两年的治疗 肯定会有耐药性的问题 耐药性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们目前临床 治疗结合病一个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就预后很差 预后很差 会耐药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 必须使用三种以上 经过药米证实有效的抗结合药 就是首先你要进行药米的实验 那么证明这三种药物都是有效的 那么对这个患者才能用 这样的话我也就是尽可能的延缓了耐药性的产生 就它在这个治疗过程中 耐药性的产生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尽可能要延缓它的产生 怎么办呢 就是在第一次用药的时候 我就要一定要是经过药米证实的有效的药物 再用它 这就是在治疗过程中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几个问题 那么使它的药效能够达到最好 药效能够达到达到最好 这是抗结合病的治疗 那么还有一个小的分支 就是抗麻风病 那么当然这个麻风病 我们说现在已经就是发病率已经 就是很低了 发病率已经降低了 我们真的降低了90% 而在很多的国家基本上已经都是灭绝了 那么我们可能在像你们有时候可能 你们可能都没有没有见过啊 这样的一些病人 但是你在这个影视剧中可能看到过 麻风病人可能往往是把他怎么一个人 扔在那种没有人烟的地方 盖个小屋子让他在那住 麻风病人 你看很多影视剧里不是都有吗 一定是把他自己的脸怎么要遮起来的 因为他那个有很多图片我都没有放 那个看着是挺怕人的 就他的整个器官全部都溃烂了 就是都不成型了 包括这个眼睛的边框啊 都没有这种边框了 就是就是一个眼珠子 鼻子都没有了 就是整个鼻子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这种麻风感菌的感染之后 就耳朵什么的这种轮廓 基本脸部的这种轮廓基本上都消失了 所以他实际上是很 而且他有传染性 有传染性 所以一般都把他就是扔在就是跟大家这个人群的这个交往比较少的一个 就是他独立的一个生存 那么这个当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发病率也很也很也很低了 但是还是有在一些偏僻的一些地方还是有这个他的一个发生啊 有一个有一定的发生率 那么对麻风病的治疗我们一般都是用的是多药联用啊 多药联用 那么常用的药物像岸本分 利福瓶啊 律法齐名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啊 麻风病的这些种药物应该可以对麻风病是有治疗作用的 那么推荐的方案就你看都是合用的 用这个岸本分 口服 那么在就每天口服 每天口服岸本分 100个毫克 同时加服什么呢 利福瓶这个律法齐名 每月一次啊 每月一次就这样服一次 然后疗成两年啊 两年 所以这个治疗过程中也是一个很漫长的 很多人呢 就是坚不能够坚持 不能坚持呢 就不能够彻底的治愈啊 不能够彻底的一个治愈 这是我们说是抗麻风病的 这个大家知道这几个药物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 那么42章的抗菌 这一部分的也是抗菌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就是抗针菌的药物 抗针菌药 那么针菌的一个感染 我们说针菌也是我们讲的病原微生物的一种啊 抗针菌药我们说 所谓的抗针菌药肯定是能够抑制 或者杀死 真菌生长或者繁殖的药物 或者繁殖的药物 所以他说是用治疗真菌感染的 那么真菌这个病原微生物是哪一种呢 大家应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啊 复习一下这部内容 这个应该是在概论的时候老师应该讲过的吧 就是我们整个的病原微生物 所以抗菌的药物都是用来抑制或者杀灭 侵入机体中的一些病原微生物的 那么一般我们能够外源性侵入到机体中的病原微生物 有哪些呢 我们说有原核生物 真核生物 非细胞的生物 原核生物我们说像 多界了 细菌 这是我们抗菌药物 很常见了 细菌 那么放线菌 一元体 支元体 利克斯 螺旋体 这都是属于原核生物的 原核生物的 那么这种我们的特点就是它 原核生物来说是没有一个成型的细胞核的 成型细胞核 它这个细胞壁子是太聚糖组成的 而且只有核糖体这一种细胞器 它没有其他细胞器 所以我们把它才称为是原核生物 它不能够进行自主的这个 自主的一个代谢 所以它是这个 那么真核生物我们说它有成型的细胞核 成型的细胞核 原核生物是没有的 而且细胞壁是由纤维素组成的 纤维素组成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器 线粒体 内脂网 高尔基体 那么它都有 它都有 所以我们说是真核生物 那么非细胞的形体很小 没有完整 为什么叫非细胞 就是因为它没有完整的细胞形态 没有完整细胞形态 没有完整的代谢分化 所以它必须依附于其他的生物体 最典型的是什么 病毒 大家都知道 它不能够单独生存的 它一定要有一个 因为它只有一个蛋白质 那么说这个病毒 说它仅仅是一个 大家还记得你们应该在初中生物可能就学过 是吧 就学过 病毒就是一个外壳 里头加的一个DNA核酸 外面包一个外壳 它没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不具体 它没有不能进行自主的生存 你一定要 就是借助你的宿主细胞来进行自我的一个分化繁殖 那么说真菌是属于哪一种呢 真菌就属于是 我们说是属于真核生物的 真核生物 就是它跟细菌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细胞结构的 所以抗细菌的药物对真菌不一定完全是有效的 有效 包括我们前面讲过 很多抗细菌的药物对真菌都是无效的 最点被打内心眼泪的是不是 可能对真菌可能都无效 因为它整个细胞的结构和构成成分都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抗菌药物应该知道 你的构成成分不一样 那我们的抗菌药物是不是都是作用在它某些自身的这个细胞的 就是某些构成成分上的 包括细胞壁啊细胞膜啊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抗真菌和抗细菌和抗真菌完全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那我们专门有抗真菌的一些药物 那么真菌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种类也是很很多的 那么而且它的形态是各异的 形态是各异的 你看这个图片我们说是一个白色念珠菌的一个感染 白色念珠菌是最常见的那个真菌感染 因为它是表情的感染 像口腔的 而且它的这种感染 有些像口腔的前面感染 它很难彻底的治愈 就特别容易复发 包括像我们这个上海这种天气是比较潮湿 这段时间 霉菌肯定这个是非常容易长的 那家里你看 我们说就是你要长期的不开窗透气的话 你进去就一股霉味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霉菌 还有像这种天气 我们一般细胞实验是没法做的 就特别容易污染 特别容易污染 你哪怕再小心 你在里面再加上这个控制湿度和温度 它也很容易导致这个霉菌的污染 因为我们这个空气没有个很好的过滤 很好过滤 所以像这种季节我们班 多久时间都停坐了 因为一旦你造成我污染 我整个培养箱污染的话 我整个要重新清洗培养箱 一折腾的话 一两个月肯定都没法进行正常的一个实验 所以霉菌的感染 其实上是无处不在的 无处不在的 而且它就是有时候防不胜防 你很难预防的 包括你的机体中的霉菌感染 霉菌感染的病也是这样 很难预测 很难预防 你说新军感染 我就把环境搞得干净一点 对不对 那我就就可以预防 但是霉菌它是很难预防 所以在抗霉菌的治疗上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还有很大的问题 那你像在 因为我们的空气里 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这种各种 卫生物的一个存在 这是白色念珠菌 尤其是口腔白色念珠菌 很多药 是不是都会引起念珠菌的一个 再次的感染 就是它不良反应里头都有 所以这实际上是很常见的一种 真菌的种类 那么这是黄曲霉菌 你看它是这样一个球囊型的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花生油里头 是不是就很容易有这个 它的一个感染啊 就花生油 如果你是质量控制的 不过关的话 所以吃花生油 我们说一定要吃品牌的花生油 就是因为 它的这个 如果这个处理的过程 技术不过关的话 很容易导致黄曲霉的一个感染 好像以前就有这个报道 是吧 我忘了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花生油了 就是会有这个超标 这个黄曲霉的一个超标 那么这个黄曲霉菌落 就是我们在 这个看得不太轻啊 就是在你在实验室 要培养的话的话 就看到它是这样一种外形 一种外形 那么这是各式各样的 这个真菌的一个感染 就你看它外形 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是吧 这是在显文镜下看的 看的它的整个基本的 各种不同的一个形态 各种不同的一个形态 所以它造成的这种 这种也是 因为它带一个夹膜的 带一个夹膜 你看它基本的结构 基本的结构 有细胞壁细胞膜 那么外面还带成一个 这种夹膜型的 造成的这个形态各异的真菌 你看这是一个放大的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 这个真菌的一个感染呢 它就是说一般我们预防很难 诊断也很难 而且它的这个预后很差 就它的病死率是非常高的 一旦感染的话 它病死率很高 我们说像这个念珠菌的病死率 可以达到40% 有些这种深部的感染 它会感染到内脏 感染到内脏 你表浅的可能你能眼睛能看得到 那么内脏的感染 你看它病死率可以达40% 那么清晰性的曲霉菌的感染达到50% 甚至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百 所以说这个 有时候大家有这种手选 脚选有时候可能不太在意的吧 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痒 可能过几天它自己就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 它如果一旦 侵蚀到你的内脏 就是深部的感染的话 它的病死率很高 病死率很高的 那么其中我们说在 尤其是念珠菌的感染 我们说它这个耐药程度是很 是很强的 耐药是很强 那么现在临床上又 现有的一些抗真菌药物的品种 跟抗菌药物相比 要少很多 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疗效也都不是很满意的 毒性很大的 尤其是深部真菌感染的药物 像全身性的感染 那么没有太多的供我们选择 所以抗真菌应的治疗 可能还是这些药物 还是要它的研发 它的一些整个就是新合成的 或者是一些多胎类的一些药物的一个 进一步的开发 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的 我们实际上是急需要 新的抗真菌药物的一个产生的 因为我有很多的 真菌感染 你明明知道是真菌感染 但是现在是没有 没有相应的 非常有效对症治疗的药物 所以造成了治疗的困难 没有办法 你明明知道是真菌感染 但是你没有办法 很好的一个控制的 这是真菌治疗 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就是需要 这都是以后你们都可以做的工作 去尽量去 去开发一些新的一些药物 那么真菌的感染 我们说从它的感染部位上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就是为了便于在临床上进行治疗 进行药物的一个区分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就是深部的感染 那么一类就是表浅的感染 表浅的感染 所以对深部感染 我们是专门有一类药 我们临床上又称为 就是深部的抗真菌药 表浅呢 就是表浅的抗真菌药 或者你会看到 有些书上会讲说是 外用的抗真菌药 那么这个外用的抗真菌药 其实也就指的是 抗表浅的真菌药物 那么这是一种人为的分法 但实际上这两类药物之间 是不是完全界限很清楚呢 你抗深部的就不能用抗表浅的 抗表浅不能用深部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这一个 非常清楚的界限的 只不过是为了 这个整个这个更有这个逻辑性 那么是这样分的 这样就像我们说 这个静止期的杀菌剂 繁止期的杀菌剂 实际上静止期的 像安吉坦格雷 它对繁止期是不是也有作用 只是为了这样更好的区分 那么这个药物 它的这种叫法 这种学术名称 也仅仅就是为了更好的区分它 实际上两者之间 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那么深部真菌的感染 往往是有哪些真菌引起的呢 白色念中菌 这是发生率是最高的 白色念中菌 那么有新型的引球菌 有粗球包子菌 还有夹膜组织的包浆菌 那么这是引起深部真菌 感染最常见的真菌 最常见的真菌 那么它主要侵犯的就是内脏的器官 内脏器官和深部的组织 发生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危害性很大 常常会危及生命 我们说念中菌的感染 是不是40%的病死率啊 所以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危害性很大 所以一般我们像这种深部真菌感染 我们都是采取全身感染性的治疗 采取全身感染性的治疗 这是深部真菌的感染 那么前部的真菌感染 我们说它往往是有各种选菌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 包括我们的头皮屑 是吧 大家也知道实际上是一种选菌的 一种真菌感染 一种真菌感染 所以它主要侵犯的就是毛发 皮肤指甲 那么引起凸选 提选骨选等等 就是这样的 比较表浅的 那么它的发生率很高的 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在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里头 那么都有可能会发生 有时候你看你不太经意的 你手上有时候会脱皮 对吧 有时候 那实际上也是一种真菌的感染 是一种真菌感染 就是它的这个症状是比较轻的 那么在感染过程中 你可能没太在意 其实在发病早期的话 你注意看 你的手上肯定会有一些 有一些小的 就是紧贴在皮肤上的一些 小的像针尖一样的 这些小裤 小泡 像针尖一样的一些小泡 它可能都不突出 不突出 就是跟你的表皮完全是平的 你根本感觉不到 但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手上就脱皮了 你说手上怎么脱皮了 实际上也是因为有了真菌的感染 那么这种像都是这种浅表的选菌 各种各样的选菌导致的 所以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那么我们用一些表浅抗真菌药 或者叫一些外用的抗真菌药 用的是比较多的 直接控制各种 这种险菌的一个 一个治疗 所以我们说有深部浅部 因此真菌病 它在临床上分的话 我们会简单的把它分成 表层的皮肤的皮下的全身性的 或机会性的 什么叫机会性呢 就是说 当你机体处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的时候 它是不会发病的 但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它怎么样 它马上就会繁殖 所以我们叫机会性的真菌病 有这种叫法 就是这个真菌病的 那么对于不同的真菌病 我们肯定有相应的药物 那么跟抗菌药物类似的 抗菌药物首先我们也有一个 它的分类 对吧 根据它的作用机制来进行分类 那么抗真菌药也是 根据它的作用机制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影响细胞膜的 影响细胞壁的 和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像胃管蛋白等等 影响到核酸代谢的 分成这么几种 那么还有一种分法 就是根据它的药物的化学结构 分成各种的 那么我们这一版的教科书上 它介绍这个药物 是按照它的作用机制来介绍的 作用机制来介绍 所以我们也是 按照作用机制的分类 来看一下各类药物 它的主要的临床的 实用情况 那么影响细胞膜的 第一我们说有 第一类是多西类的 就化学结构上来说 它是多西类的 那么它是影响细胞膜的 那么最常用的两类药物 是两性酶素B 和作类的 像米作类的 或者三作类的 这都是属于多西类 能够影响细胞膜的 抗真菌的药物 那么两性酶素B 我们说是目前临床上 抗真菌来说 疗效比较好的一个 能够直接抗 深部真菌感染的 是目前是疗效比较好的一个 也是最常用的 也是最常用的 那么它是一个 实际上属于抗生素类的 抗生素类 因为它也是由 虚氧型的 放线菌的 培养液中提取出来的 所以它实际上 也可以作为抗生素 前面我们讲过的 抗生素和抗菌药 大家知道 专业区别是什么吧 抗生素和抗菌药 是不是完全是一回事 抗菌的药物 包括抗生素 因为它包括 抗生素实际上是 天然得来的 对吧 不是经过人工的 所以我们抗菌药物 是包括抗生素和 一些半合成的 或者是人工合成的 所以我们说 两性酶素B 它实际上也是属于抗生素 因为它也是从 这个放线菌的培养液中 提取得来的 提取得来的 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培养液中 我们说是可容性的 对吧 我提取得到的 但实际上当我 整体给的话 它口服和基础 都很难吸收 所以它只有唯一的 给药途径 是什么 静脉低注 就它一定要通过 静脉低注给 大家知道静脉低注的话 是不是 就可以让你的血液浓度 瞬间就达到很高 所以这类药你想它的不良反应 肯定也是比较严重的 它只有这种给药途径 就静脉低注 那么它的搬衰期实际上也是很长的 可以达到24个小时 所以一般一天第一次 就足以维持它的疗效 维持它的疗效 那么蛋白结合率也非常高 大于90% 大于90% 所以就是说它大多数都是结合型的形式 结合型的形式 真正发挥药效的油力性浓度实际上是很低的 很低的 所以当你肝功能不良的时候 像这种结合率 蛋白结合率比较高的时候 对于肝功能不良的坏点是比较慎重 因为你肝功能不良的话 你的蛋白是很少的 它的油力浓度就会急剧增加 它本身毒性率就很大 毒性率很大 所以很容易造成中毒的 中毒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它的这个唯一的给药方式 就通过静脉低注来给的 那么它对于真菌的抗菌活性来说 我们说它是一个广谱的抗真菌药 为什么刚才我们也讲 它是一个临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它是一个广谱的 就是在低浓度是抑制真菌的生长繁殖 在高浓度的时候 它直接是杀菌的作用 直接是杀菌的 所以我们说对于目前临床上 把它作为治疗 深不真菌感染的首选药物 像信心的引球菌 像一些夹膜的组织包浆菌等等 这种深不真菌感染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谁啊 就是量性梅素B 量性梅素B 它是作为一个首选 因为它我们说又杀菌浓度 还有一菌的浓度 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强的杀菌的活性 或者一菌的活性呢 我们说因为它能够选择性的 跟真菌细胞膜上的脉角固存 固存类的 能够跟固存的脉角固存结合 结合之后呢 就在我的细胞膜上形成一个孔道 形成一个孔道出来 那么形成一个孔道 我的细胞内的一些小分子物质 是不是都可以通过这个孔道 溢出细胞外啊 那最终造成细胞的死亡 那些小分子物质 包括你新合成的一些蛋白质 那么一些用的一些离子 那么都移到细胞外 细胞的内环境 整个是不是就会有紊乱 那么造成细胞的一个解体 细胞解体 所以它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作用在膜上的脉角固存 固存 从而增加了细胞膜的通透性 细胞膜的通透性 是增加细胞的发挥它的一个 异菌或者沙菌的活性 那么对细菌来说 我们知道细菌的细胞膜上 是不含有固存的 而是没有这个脉脚固存 这个成分的 所以它对细菌是没有作用的 因此我们前面讲 那个清霉素的是不是 肯定特别提到 它对真菌无效啊 所以这大家肯定可以看出来 它的细胞的组成成分和结构不一样 那么药物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两性霉素B对真菌 各种真菌都能够有很强的异菌的作用 但是对细菌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 是因为这个它的作用机制所决定的 作用机制决定 那么两性霉素B是广泛使用的 那么可以用于真菌所导致的全身性的 各种全身性的真菌感染 那么当口服的时候 我们知道口服是不吸收的 对吧 那口服不吸收就可以用于什么 肠道的真菌的感染 这个跟哪一类药类似啊 前面我们讲的 安基糖肝类是不是 一点印象都没有 安基糖肝类我们说是不是也是口服难吸收啊 口服难吸收 所以它就可以用于肠道的杀菌 尤其做手术的 你要做肠道这个手术的话 我们首先怎么 就是先给一点 给你口服一点 安基糖肝类的 做你局部的 这个部位的一些杀菌啊 杀菌 那么这个两性霉素B也是这样 因为它不能够吸收 所以我可以用于 就局部性的 肠道的真菌感染 真菌感染 那么也可以用一些 眼科或者皮肤啊 或者妇科的 真菌的感染 妇科的真菌感染 就是用局部用药 那真正药全身用药的话 一定是要注射给药 注射给药 就是 这是它的一个 一个使用 它的一个临床应用 那不良反应 我们说实际上是比较多的 两性霉素B 为什么说它的 我们刚才我们讲了 抗真菌药 现在就是说 实际上是面临着 很大的困难的 现有的药 虽然疗效强 但不良反应很大 两性霉素B就是这样 它的不良反应很大 长期用药 可能会导致 肾功能的损伤 那最常见的就是 蛋白药 管型药 对吧 血药或者尿素蛋的 一个升高 基干值的升高 大家知道基干值升高 肾功能的损 表明就是肾功能的 一个损伤 所以它最大的不良反应 就是对肾功能的损伤 那偶尔还会看到 血效的改变 但这个 这个就是有一定的 发生率的 但是在大多数 患者身上 都会出现 肾功能的损伤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 想要避免 它的这个肾脏的损伤呢 就把它进行 进行的改造 做成各种什么 直质体 因为直质体它 就是脂容性很强 对吧 所以这种它主要是 在肌体中分布的时候 直质体就会分布在 一些网状结构里头 像肝 像肺 皮 这样的组织 这种网状的一个组织里头 它会直质体分布 那么这样的话 就避免了 在肾脏 肾脏中 它的浓度的一个身高 来减少 肾功能的损伤 所以在两性酶素B的使用中 我们是 就是要关注它 对肾功能的损伤 选用一些新型的 一些制剂 作为直质体 直质体的制剂 这是影响细胞膜的一个 多细类的 那么说还有 质举酶素 质举酶素我们说 它也是一个 抗生素 也是属于抗生素的 那么它也是 我们说是多细类的 所以它的作用机制 跟两性酶素 都是比较相似 结构和机制都相似 但是它的毒性更大 毒性更大 所以全身是不用了 虽然它的抗菌的活性 也跟两性酶素B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仅仅把它用于什么 局部用药 局部用药 它不作为全身 两性酶素B是注射用于 全身性的真菌感染 它仅仅用于局部用药 那么像局部的皮肤啊 口腔啊 或者是在膀胱啊 阴道这种真菌的感染 用的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这是影响细胞膜多细类的 那么影响细胞膜的 另外的一大类的 抗真菌的药物是哪一类呢 就是做类的 我们常见的有三座类的 或者是米座类的 那么它不是抗生素了 它是一种化学人工合成的 是人工合成的 一个做类的药物 它就能够 它能够也能够影响 细胞膜的一个 它的一个功能 那么对于我们说 对于多细类的 是通过增加了 细胞膜的通透性 对吧 跟脉脚固存结合 增加了通透性 而做类的 它的这个 异菌的机制 是通过抑制细胞膜的形成 抑制细胞膜的形成 从而增加膜的通透性 所以一个 一个是增加它的 直接增加 形成孔道 增加它的通透性 那么做类直接是 抑制它的合成 因为它能够干扰 脉脚固存的生物合成 我们讲多细类的是 能够跟脉脚固存结合 形成孔道 让细胞解体 而做类的呢 是主要是干扰 脉脚固存的生物合成 这样的话 它的细胞膜就会破裂 我们这个 轻微素不是也是干扰 细胞壁的一个 粘态的一个生成 对不对 粘态的一个合成 那么造成 这个细胞的一个破裂 那么做类是 影响细胞膜中的 脉脚固存的生物合成 从而增加它的通透性 发挥它的异菌的活性 异菌的活性 那么这类的药物 我们说 现在 尼肠上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 像我们说 像三座类的 这个 浮康座 三座类浮康座 那么它首先 我们讲它的抗菌 对真菌的抗菌 活性来讲 它是一个广谱的 广谱的抗真菌药 也是对什么的各种的敏感菌 都是有效的 你像野心球菌 念珠菌 球包菌 等等都是有效的 广谱的 而且口服是吸收的 我们讲两些梅素壁 口服是不吸收的 但是 这个三座类的 浮康座 它口服是吸收完全 而且分布非常广 迅速分布 你看在痰液啊 皮肤 尤其是在哪里 脑肌液中 脑肌液中 那么在脑肌液中的浓度 它比血浆中的浓度 要高出好几倍 好几倍 所以我们就利用 它的这样一个 体内药动学的特性 把它作为 多数的 真菌性脑膜炎的 首选药 因为它在脑肌液中的 浓度非常的高 你像眼球菌啊 念珠菌菌 感染所造成的脑膜炎 我们是首选服康做的 又容易吸收 口服又容易吸收 这样的药我们是最欢迎的 对吧 口服吸收 你用药是最方便的 最方便的 而且不良反应又少 耐受性又好 所以我们把福康做 我们认为是 目前临床上 其实就是 包括你做一些 流行病学调查 我们就发现 它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 一个 这个 抗 这个 深不真菌感染的药物 而且它是口服给的 不像两性酶素 注射给的 它是口服给 口服给 所以这是 这个三座类的 那么三座类的 我们说还有一个 跟它类似的 就是一去康做 一去康做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 在皮肤中 我们说 浮康做是在脑极液中的浓度 非常高 所以可以治疗 这种脑膜炎 真具性脑膜炎 那么一去康做是在什么 在皮肤中的浓度非常高 你看比血浆高四倍 而且当你停药之后 你的甲板中的有效浓度 仍然可以维持素月 所以你 大家一看到 它这样的一个分布特性 马上想到 它是不是应该对这种 非 就是整个这个表浅的 这个 就是 皮肤中的这种感染 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非常有效的 而在脑极液中是没有的 这很有意思啊 都是三座类的 那个脑极液中的浓度就非常高 它在脑极液中是测不到的 原型和代谢物都测不到 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治疗 非脑膜炎性的 组织胖胀菌的感染 这是这个移去康做 那福康做主要是用脑膜炎 那么它是非脑膜炎性的 这种症菌的感染 而且它不良反应也比较少 这是三座类的一个 适应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福利康做 那么它实际上是福康做的衍生物 是福康做的衍生物 抗拒活性比福康做要强 10到500倍 是一个 就肯定衍生物 我们也是人工合成的一个 而且呢 它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 福康做 两性梅素B 这种抗身部 真菌感染的药物 都发生耐药性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它 所以它的临床的使用点 是在这儿的 就当你用其他的 真正有效的药物 出现耐药性的时候 我可以用福利康做 它的不良反应也比较少 不要反应少 主要就是会产生这种 可逆性的视觉干扰 但是 是可逆性的 当你停药的时候 它就会 恢复 会恢复 这是它的特性 那么三座类的 米座类的 米座类的 我们说 铜康做是作为代表药物的 米座类的 铜康做是第一个 口福的 广普的抗真正药 第一个 但是现在福康做 我们刚才讲是应用是最广泛的 对不对 它虽然是第一个 那么它对这个深部啊 浅部的感染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但是 不良反应是比较多的 所以现在仅仅作为什么 局部用药 所以你看到很多 铜康做的软膏 对不对 铜康做的软膏 它就是作为局部用 我不全身用 不全身用 只是局部用药 因为它的不良反应是比较多的 克梅座 克梅座呢 我们说它的这个吸收比较差 而且不良反应多和严重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知道克梅座是属于 米座类的一个抗 影响 细胞膜的生成的一个抗真菌的药物 所以它仅仅是用于什么 也是局部用 用于这种浅部的真菌病 或者皮肤黏膜 或者阴道念珠菌的感染 用于浅部的真菌感染 就直接做成 这个高际 涂抹用的 涂抹用的 这是克梅座 米康座 米康座我们说 这个也是软膏也很多 它同样跟那个 克梅座是类似的 也是用于局部用的 所以我们看米座类 现在基本上都是 作为外用的很多 外用的很多 你要体内全身用的话 我们都是用的是 这个三座类的 福康座 或者是这个用了很多 这个米康座 那么这是影响 这个第二类的 就是座类 影响细胞膜的 那么还有一类呢 我们叫丙心胭类的 丙心胭类的 它也是影响细胞膜的 抗真菌的药物 那么常用的药物 我们说有像特比耐酚 像现在临床用的 制剂就是 盐酸特比耐酚 对吧 盐酸特比耐酚 那么还有一个 新型的就是 不提耐酚 那么这都是属于 丙心胭的 化学结构上 丙心胭类的 那么它是影响 细胞膜是怎么样呢 我们说座类的是通过 减少了脉脚固存的合成 那么丙心胭类 它也是什么呢 也是阻断了 脉脚固存的合成 但是它的作用 未典不一样 作类的是影响了 P450酶系统的 一个酶 发挥作用的 丙心胭类 它是作用在 脚砂吸环 还氧酶上 来减少脉脚固存的形成 所以它实际上 我们说跟 作类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通过 减少脉脚固存的合成 来影响细胞膜的形成 从而造成细胞的一个 一个解体 那么特比奈分 现在是用的 临床上这个用的是 就是做外用的用多 那么特比奈分 我们这里看到了 它是治疗什么 浅部真菌病的 不像我们前面讲了 两性梅素B 还有我们说的 福康座 都是治疗深部的 对吧 座类都是治疗深部 真菌感染的 而对于这个 品吸烟类 它是治疗 浅部真菌感染的 浅部真菌感染 所以它在什么 在这个皮肤的小指层 甲板或者毛囊 这种组织里 维持的时间就很长 而且长时间的 维持高浓度 高浓度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来 就是外用来 治疗大部分的选病 这份选病 首选 首选 用特比奈分 效果还是非常理想 但是用特比奈分的时候 也是强调什么呢 一定要用足疗程 就当你这种 你自己看 眼睛看到了 外观上 这种选病 感染 已经完全消失了之后 你再持续用药一个月 那么才能够 减少它的复发 否则的话 它很快就会复发 遇到这样的潮湿的天气 很快就会复发 你前面的用药 全部都白用了 所以用这种 前表真菌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用够疗程 你在 包括医生给你开药 或者是你买药的时候 电源可能都会告诉你 当你这个 这个就是整个 因为你这个 大家知道 前表这种选择 眼睛很痒 对吧 直接的症状就是痒 那么当你这个都消失了 眼睛看着都没有 这种渗出的时候 你再继续用药一个月 继续用药 可能在这一段的时间内 它就不会再复发 不会再复发 这是这种前表用药 要注意这个问题 尽可能的用足疗程 来减少它的复发 而且复发 第四类就是马林类的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马林类的 像阿摩罗芬 它是呢 虽然也是个广谱的 但是 全身给药是没有活性的 全身给药没有活性 所以也是仅仅局部 来治疗 甲选呀 指甲选 或者是这种 真菌性的皮肤感染 皮肤感染 这个也是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抗真菌药 我们讲了 影响细胞膜的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抗真菌药 像 浮泡密定 浮泡密定 我们又成为 五浮泡密定 它跟化疗药物的 这个五浮尿密定 是很相似的 所以你看 只猜一个字 浮泡密定 和浮尿密定 大家知道 泡密定 和包密定 和浮尿密定 是不是都是 核干酸的 一个组成成分 所以你知道 它肯定是干扰了 核酸的一个代谢的 对不对 通过干扰核酸的代谢 来发挥它的 抗拒的活性 抗拒活性 好 那我们今天 这个课就到这里